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从一党分裂出来成立的诚信党 能不能够再跟一党领袖携手合作呢 诚信党副主席阿德利昨天提到 只要一党愿意跟团结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支持首相安华 让国内政治趋向稳定的话 诚信党不会反对 可以接受一党加入团结政府 面对诚信党伸出的橄榄枝 一党精神领袖哈欣雅西也没有当面拒绝 同样开出条件说 只要诚信党愿意摒弃行动党 要跟一党重修就好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面对一党开出的合作条件 诚信党老大默沙布的立场就很坚定 他说诚信党不会抛弃火箭 默沙布还说 诚信党反对国盟的身份认同整治 诚信党拒绝种族至上理念 拒绝歧视少数群体 因为这会影响到社会团结 默沙布形容 当极端的宗教信仰和种族政治结合时 所采取的有毒 极端 以及停滞不前的身份认同政治 将让我国持续处在混乱 以及政治权力斗争的冲突当中 诚信党今天召开党代表大会 出席的诚信党党员都身穿白色和橙色 代表诚信党颜色的服装 而新中党秘书长陆兆福和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也应邀出席 一开始大会先播放了一段 已故诚信党处理主席沙拉虎丁的影片 缅怀他过去对党的服务与贡献 接着轮到诚信党主席默沙布至辞 他在演讲中重申 诚信党不认同国盟的身份认同政治 那些指华人只要掌控国家主权 马来人和伊斯兰权益就会受到威胁的说法 根本站不住脚 他说很多华人家庭都没有生育很多孩子 而且从人口比例和生育率来看 在马来西亚 马来人还是占多数的 试问马来人还怎么会受到威胁呢 另外针对诚信党被外界指 在团结政府中声音微博 没有话语权没实力这件事 默沙布强调 诚信党一直都是主张政治联盟 联手迎选取党 过去都是跟西蒙成员党 并肩作战参与大选 因此很难客观衡量 诚信党的实力 对于伊党开出条件 只有跟行动党分道扬镳 他们才愿意跟诚信党合作 默沙布事后在记者会上提到 诚信党不会理会伊党开出的条件 更不会抛下行动党这个盟友 不过承信党未来的路会怎么走 就要看明天改选后 先领导层班底的领导智会了